谢谢主席 我对英国代表刚才代表一些国家所做的提议和所做的表态表示难以理解 布斯塔尼先生作为前进化物组织的总干事 经验丰富 见解独到 熟知进化物组织的工作方法和程序 对化物问题也非常了解 非常适合担任 此次会议的通报人 他的通报应该能够为本次会议带来独特的价值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以往安领会的会议 经常会根据临时意识规则第39条 邀请与一些代表 向安领会进行通报 其中一些人的专业性和代表性 根本无法通 布斯塔尼先生媲美 但在以往的安领会议上 其他成员并没有 对根据临时规则第39条邀请 有关通报人进行阻挡和反对 所以我不得不对英国代表 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代表的 做法表示遗憾 主席先生 我建议 我们应该对英国代表 对主席 邀请的挑战 进行表决 来明确一下 安领会里有多少成员 反对 邀请 布斯塔尼先生来进行通报 谢谢主席 谢谢主席 中国代表团完全支持俄罗斯代表团 作为安领会主席 要根据临时意识规则第39条 邀请布斯塔尼先生担任通报人 如果英国代表团 以及其他一些代表团 对此有意义 挑战主席的邀请 那我们应该首先 对英国代表团的挑战 进行表决 谢谢主席 谢谢主席 我对刚才英国代表 以及其他一些国代表的解释 表示无法理解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在前一段时间 安领会根据临时意识规则第39条 经常邀请一些民间社会 非政府组织 或者一些专家 在安领会进行通报 这些人的专业性和代表性 根本就无法与布斯塔尼先生媲美 但是出于保持团结一致 出于有助于安领会审议的考虑 我想所有安领会成员 都对此没有提出过任何意义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英国代表 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代表 对邀请布斯塔尼先生 来进行通报 提出意义 我这里要说的话 这充分暴露出某些人 所持有的双重标准 为什么可以邀请其他一些人 来进行通报 而不能邀请布斯塔尼先生 他的专业性和代表性 完全不容置疑 我希望英国代表 一些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 在安领会审议的问题上 能够充分听取一些不同意见 能够 持一个开放的心态 在我看来 他们完全不希望听到任何不同的声音 对于他们平时一贯标榜的客观 公正 完全是背道而驰 完全不一致 所以我坚持认为 主席先生应该 首先对英国代表 对主席的挑战 进行表决 谢谢 我对刚才程序性表决的结果 以及布斯塔尼先生 未能亲自 先安领会做出通报 表示遗憾 正如我刚才所说 以往的安领会会议 经常根据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 邀请外界人士前来通报 其中一些人的专业性和代表性 根本无法同布斯塔尼先生媲美 但是德国代表团 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代表团 对邀请这些人来 态度十分积极 但今天 他们却阻拦布斯塔尼先生 前来通报 对于德国等代表团 在此问题上 表现出的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和虚伪面目 简直是令人叹为观止 刚才中国代表团建议主席 你首先对英国代表团的挑战 进行表决 但主席你并没有听取 中国代表团的意见 而是直接就 是否同意布斯塔尼先生来通报 进行了表决 作为主席 你有权对程序性问题 做出裁决 中方对此表示尊重 中方这么做 是为了维护 是为了维护安理会主席的权威 为了节省 时间 避免耽误 推动安理会 能够尽快地 进行正常的会议 我希望 其他的一些代表团 在今后的安理会审议中 也能够体现出尊重 与合作的态度 能够体现出 对不同意见的开放包容 对问题本身的客观公正 以及他们自身立场的 前后一致 另外主席先生 我不得不说 刚才德国代表的发言 根本没有提及 序利亚话五问题本身 完全是在攻击 其他的安理会成员 他把安理会 当作了一个 发泄情绪 表达不满的平台 这种做法 完全不具建设性 至少刚才英国代表团 在表示了不同意见之后 还就序利亚话五问题本身 阐出了自己的立场 如果今后所有的安理会成员 来开会的目的 不是来讨论问题本身 而是对其他成员 进行攻击的话 那我们还弹劾 安理会的团结 安理会还如何发挥作用 主意先生 我感谢众满全女士的通报 中方注意到 序利亚政府 同进化五组织 保持着良好的沟通合作 根据进化五组织 最新的阅读报告 序利亚政府 近期就22项 未决事项中的8项 提供了材料 并对初始宣布 做出了两项修订 进化五组织 联合国项目事务厅 和序利亚政府 将三方合作协议 延长6个月 这些积极进展 都值得肯定 中方理解 序方对有关样品 在进化五组织 实验室变质的关切 希望机密处 同序方继续通过 技术会议等方式 妥善解决此事 化五问题事关重大 中方知识 进化五组织 根据进化五公约授权 对指称使用化五事件 进行全面 客观 公正的调查 基于确凿证据 得出经得起 科学和历史检验的结论 不受政治干预 不先入为主 在上周举办的 阿里亚模式会议上 三位通报者 从不同角度 对指称使用化五事件的 调查报告 提出了一些疑问 希望进化五组织 重视这些信息和意见 能够给出专业科学 令人信服的回应 我要强调 只有尊重事实 尊重科学 才能发现真相 真正落实 安理会第2118号决议 维护进化五组织权威 中方反对 在缺乏确凿证据 疑念重重的情况下 仓促下结论 甚至仓促地采取行动 这不仅无助于解决 序列化五问题 还将损害叙利亚各方互信 影响叙利亚问题的 政治解决势头 同时 进化五组织总干事和机密处 应推动缔约国 加强对话协商 保持协商一致 做决定的传统 在各方分歧较大的情况下 强推表决 只会加剧 缔约国对抗 破坏合作氛围 损害进化五组织的 权威和长远利益 谢谢主席 主席女士 中方对欧盟 捷克和加拿大代表的发言 行使答辩权 欧盟捷克和加拿大代表 在发言中 对中国的内部事务 挽加评论 是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 而且陈述的内容 根本不符合事实 完全是在招摇抹黑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和坚决反对 涉疆问题的本质 是反暴恐 反分裂问题 中国新疆自治区 通过教育的方式 推行区域极端化 有效而至 恐怖活动 多发平发势头 各族人民的生命安全 才有了保障 发展经济 改善生活 才取得更大进步 这是最大程度 保障新疆各族人民的 基本人权 中方一直以开放的心态 回应国际社会的关注 我们已经邀请了 90多个国家的 近百个团组 1000多人士 参访新疆 包括很多 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 中方已经邀请 联合国人权高专 参访新疆 制定实施 新疆国家安全法 使中国政府 维护国家安全的 合法 正当 必要措施 去年6月以来 新疆发生了严重 香港发生了严重 危害国家安全的暴力活动 任何国家都不会容忍 任何民众 都深感痛心 通过弥补法律漏洞 加强执行机制 维护香港国家安全 势在必行 实施国家安全法 目的是 依法保护香港居民 根据基本法 和两个国际人权公约 享有的权利和自由 并不影响香港的高度自治 事实上得到香港各界的坚定拥护 新中国成立后 西藏发生了 西藏发展实现了有贫穷落后 到文明进步的伟大飞跃 西藏各族人民的各项权力 得到显著改善 中国是法治国家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对于违法犯罪活动的人 无论是何种职业 都应该依法受到法律存储 有关人员的合法权利 也会依法受到保护 涉港 涉疆和涉藏问题 本质上都不是人权问题 欧盟 捷克和加拿大 染人权缩势 是将人权问题政治化 肆意干涉中国内政 如果欧盟 捷克和加拿大 真的关心人权 就应当首先检讨 自身的种族主义 侵犯移民权利等严重问题 就应当对其盟国 美国漠视生命健康权 过度执法 枪制暴力泛滥等 人权侵犯行为 充分表达关切 就应当采取切实行动 弥补殖民时代对发展中国家 犯下的滔天罪行 而不是仅仅对发展中国家人权 指手画脚 对自身和美国的人权问题 选择性失明 搞双重标准 新疆香港事务 纯属中国内政 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安全 主权的决心坚定不移 贯彻一国两制反征的决心坚定不移 维护新疆发展稳定的决心坚定不移 反对外来干涉的决心坚定不移 中方奉劝欧盟捷克和加拿大 尊重事实真相 摒弃意识形态偏见 不要将人权问题政治化 搞双重标准 停止利用涉港涉江问题 干涉中国内政 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呼吁 加强团结合作 应对共同挑战 中方奉劝欧盟捷克和加拿大 以国际社会根本利益为重 停止滥用联合国平台 挑起对抗 回到对话合作的正确轨道 同各国一道应对挑战 共克思坚 谢谢主席女士 谢谢主席女士 中方针对加拿大的发言 行使第二次大变权 加拿大对中方的指责 完全是捕风捉影 信口吃黄 充分暴露出其傲慢 偏见和无知 中方坚决反对 完全拒绝 加方总是自诩人权教师爷 而自身却人权问题成堆 劣迹斑斑 他不对自己的问题 感到羞愧和反思 反而对别国一旨弃使 充分揭露出 他人权政策的虚伪性 和双重标准 加拿大无理拘押 未违反加法律的中国公民 未经审判定罪 即将其当成重刑犯 戴上手铐脚镣 严重侵犯人权 加土著人与非土著人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针对土著妇女的极端暴力 和歧视现象严重 谎言重复一千遍 仍是谎言 在香港 新疆问题 这些问题根本不是人权问题 其实质是中国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和统一 坚持依法治国 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任何势力都动摇不了中国政府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决心 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止中国人民 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努力 我们奉劝加拿大 摒弃双重标准和对抗施压做法 停止干涉别国内政 正视并纠正自身的人权问题 真心支持国际人权对话与合作 与各国一道 为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做出积极贡献 谢谢主席女士 谢谢主席女士 主席女士 当今世界正面临重大挑战 处于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 加强团结合作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呼声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我们再次听到了 来自一些国家的杂音 美国 德国 英国 等对各方互声置之不理 滥用联合国平台 将人权问题政治化 传播虚假信息和政治病毒 蓄意挑动政治对抗 恶意抹黑中国 干涉中国内政 对此 中方表示坚决反对 和完全拒绝 我要正告美国 你们的卑劣行径 完全违背历史潮流 要团结 不要分裂 要合作 不要对抗 要共赢 不要灵合 是大势所趋 人心所向 你们完全站在了错误的 历史的错误一边 站到了国际社会的对立面 我要正告美国 你们的陈词滥调 完全不符合事实 中国的人权发展成就 举世瞩目 中国采取有效措施 打击恐怖主义 维护国家安全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 坚决拥护 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 我要正告美国 你们的政治阴谋 绝不可能得逞 发展中国家 有权捍卫主权 实现发展 维护安全 你们的做法 屡遭失败 频频碰壁 该醒醒了 指责别人 解决不了你们自己的问题 更掩盖不了 你们的失败 我要正告美国 指责中国 遮不住你们的人权劣迹 你们指责别人之前 最好先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 事实上 是美国应该保障 人民的基本权利 一场疫情 导致20多万美国人 失去宝贵生命 美国政府需要做的是 治病救人 而不是传播政治病毒 到处制造麻烦 是美国 应该消除 种族歧视 让人民呼吸 美国存在系统性 种族歧视 暴力执法现象 上百万美国人民 喊出了 我无法呼吸 黑人的命 也是命的呼声 联大三委 恰恰应该就此 展开讨论 并通过决议 是美国 应该停止战争犯罪 还世界一个和平 美国建国244年 仅16年没有打仗 美国将炸弹 子弹 投向平民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你们的手上 沾满了无辜平民的鲜血 是美国 应该切实履行 国际人权义务 美国退出 人权理事会 拒绝批准人权公约 制裁国际刑事法院 检察官 大搞单边制裁 严重干扰 国际人权领域合作 你们该听一听 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了 我也必须指出 德国 英国 等少数国家 罔顾事实 违逆正义 破坏合作 对自身和美国的人权劣迹 视而不见 选择性实名 大搞双重标准 还一味追随美国 甘愿罪美国的帮凶 你们的所作所为 是多么虚伪 我正告你们 趁早收起傲慢与偏见 悬崖勒马 主席女士 中国高度重视 促进和保护人权 中国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实现了8.5亿人脱离贫困 取得了抗疫斗争 重大胜利 中国捍卫公平正义 形成了完备的人权法律 保护体系 在国际上积极为发展中国家 仗义直言 中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无论是推动新疆等西部地区发展 还是维护香港特区的繁荣稳定 都是维护法治 维护国家安全 维护人民利益的现实需要 更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和惯例做法 根本不是什么人权问题 不管你们说什么 做什么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沿着这一道路 向前走 中国的人权道路 是中国人民自己走出来的 中国的人权成就 是中国人民自己干出来的 中方院本着平等尊重 开放包容的精神 继续从各国一道 向人人得享人权的崇高理想 不断迈进 我谢谢你 主席律师 谢谢大家